亮相我身后的这个训练场 我们看到在南丹组 有一位老朋友奥运冠军陈龙 他现在是被聘回了 中国羽毛球队的专家组 主要是帮助李世锋 进行着技战术 以及心理层面的一些辅佐 混双方面我们也看到了 奥运冠冠军高龄又被请了回来 他也是帮助雅思组合 郑思维华雄 以及我们的新组合 冯彦哲和黄东平进行着备战 我们知道混双这一次 在中国队的五个单向当中 应该说是相对于国外的主要对手 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一个单向 这里面我们还发现 曾经在2018年帮助雅思组合 第一次夺得世锦赛的 西班牙籍外教克里斯 也被请了回来 那这些所有方面的外力的帮助 我们就是力争国语在家门口 实现苏迪曼杯的三连冠 现场可以看到球员 主要的还是进行着 针对于温度 湿度 空间 以及比赛应用器材的 一些细节的试验过程 那这个时候的强度的上量 已经不是太大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